你家的统一发票对了吗? 国税局为了鼓励民众使用电子发票 推出了十组一百万元的奖金 其中所有全家便利商店 就开出了104年11月跟12月的统一发票百万奖金 而幸运额只用20元买了两罐的红茶 就幸运成为百万奖金的得主 来一下奏者的背景来 去年11月以及12月的统一发票开奖 一名幸运儿在苏澳镇的全家便利商店 以电子发票存放于悠悠卡的载具 只以20元购买两瓶红茶 就幸运成为50体发票的百万发票得主 为伊兰县的第一位 罗隆基增所特别到中奖的店家来诸贺 并且主动通知百万得主 这次他是买麦香红茶 一罐10块钱的麦香红茶买了两罐 然后采用那个无实体电子发票 就是采用载具索取无实体电子发票 中奖的 财政部位落实全面无子化 鼓励民众使用手机条码 悠悠卡 iCache卡 会员卡等载具 索取无实体电子发票 并且从104年的1月起 增开无实体电子发票的专属奖 100万元的奖项有10组 而2000元的奖项有5000组 收起同一发票的话 可以采用那个载具来收起 那如果说采用那个载具来收起的话 我们有这个两次的中奖的机会 一个是属于这个无实体电子发票的专属奖项 他那个奖项的金额的话 有2000块的5000组 那100万的有10组 那除了这个无实体的专属奖项以外 他还可以对一般的那个奖项 那如果说两个都中奖的话 我们可以折高来这个领奖 那如果说 这个我们采用无实体的这个载具的话 我跟各位报告有四种 我们目前最常用的有四种 一种的话比如说那个手机条码 另外一个是那个悠游卡 另外一个是那个易卡通 还有那个前脸的这个福利卡 这些都可以当作载具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载具的话 再去利用这个自然评证 或手机条码来做一个规復的话 那他会自动来帮我们对讲 然后对中奖的话 他会来通知我们 那如果我们再设定一个这个金融账户的话 那个中奖的这个奖金的话 他会自动把你汇入你的这个户头里头 罗洞计证所表示 使用电子发票享有双重中奖机会 若统一发票奖项与无实体电子发票的专属奖 同时中奖将择优来给奖 可说是好处相当的多 伊兰新闻新闻记者时事宁采访报导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跟他说了 对不对